大家好,我是大衛sir 今天繼續為大家帶來35家初選案的消息 案件踏入第47日的審訊 趙家賢繼續接受辯方律師的盤文 戴耀廷確信有攬炒的共識 希望藉著民調鞏固圖矛 就民主動力退出初選後 戴耀廷曾多次要求民主動力捐款給民營 建立一個所謂的民意收集系統 藉著營造民意 向當選立法會的傳統泛民 施壓運用否決權的情況 辯方律師質疑戴耀廷有關的想法 反映其並非真誠相信 趙家賢不認同辯方律師的說法 而且根據他與戴耀廷當時對話指出 戴耀廷不是覺得大家沒有共識 而是覺得傳統民主派可能去到那個位置會退太 但是戴耀廷對傳統民主派當選之後 會不會站硬是有猶疑的 因為可能有很多變數 所以戴耀廷希望能夠透過民調的結果施壓 以達致否決財政預算案的目的 民主動力憂慮初選違法 將餘款捐給獨回民言 趙家賢在庭上高透露 在民主動力退出初選之後 戴耀廷仍然多次向他發信息 要求民主動力捐款80萬給民言 這筆錢不可以說少 用作繼續推展35家計劃之用 但當時民主動力已經退出初選了 而且基於擔心違法的風險 而希望盡早撇清和計劃的關係 同時趙家賢為免民主動力被外界批評 私吞眾籌餘押 最終決定採取一個中間的方案 就是建議民主動力捐款40萬給民言 另外50萬給獨立媒體名下從事傳媒教育組織 當戴耀廷知道民主動力內部相關的建議之後 繼續追問趙家賢有沒有預留80萬給民言 趙家賢形容戴耀廷是希望迫使民員 捐出他心目中目標的金額 你會見到戴耀廷不斷搓著我 以便戴耀廷能夠延續到35家計劃 趙家賢清受到網上欺凌 所以聘請青年管理社交媒體 庭上辯方展示趙家賢在Facebook上告的貼文 內容標籤提及抗爭無退路、香港人反抗、一國兩制、明存實亡等抗爭字句 法官和辯方一度質疑趙家賢的個人政見 是否如他所說這麼溫和 並且指他是否認同自己在本土抗爭派 趙家賢回想多時 然後指對貼文並無印象 再長的反應和我自己都覺得非常詫異 又表示人的情緒在當時的政局是躁動的 早上這樣回答 下午後當再度開庭的時候 趙家賢主動澄清有關貼文的情況 可能他需要回想一下 吃飽飯有些血到老了 所以可以說得清楚 他表示他在Facebook的個人帳戶 除了是他私人使用 自己作為太古區議員 亦都會用該帳戶和當區的居民聯繫 同時會加入很多該區的Facebook群組 期間趙家賢發覺自己經常被心惶 以及具有本土派意識的居民 對他不禮貌 甚至網上欺凌、被指罵的情況 在他遇襲後仍然繼續持續 趙家賢自然不明瞭網上西街的文化 所以聘請了一位當區的年輕居民 作為議員辦事處的職員 並且有份管理他個人的Facebook帳戶 基於這個年輕職員的價值觀 相對接近本土派思維 因此相信有關用詞激進的帖文 是由他讚寫的 趙家賢同時指出有關帖文的行文 等書寫的慣性和他有所不同 今天這一則新聞真是有趣 趙家賢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溫和的 相信大家真的要留意 接下來繼續會有我戴衛sir 為大家緊貼35家初選案的最新法庭快信 明晚記得要留意我的頻道 今天的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